欢迎回来直击大头条 今天我们首先聚焦中国的对台军演 今天是环台军演表定的最后一天 上个星期五晚间 蔡英文总统才从美国结束卖菜会反抵国门 隔天一早中国的反制行动就来了 解放军宣布从上周六八号开始到今天围棋三天 在台湾海峡台湾北部南部 还有台湾以东的海空区域进行环台战备警巡 以及联合力舰演习 今天早上中国海事局已经先预告了 从七点到晚间八点 会在福建的平潭长江澳附近水域 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下令禁止船舶驶入 外媒就实地走访平潭 这边号称是中国和台湾最近的地方 这里的氛围如何呢 好像也和不少台湾人一样 其实对于时不时紧绷的台海局势 习惯了同时也有点冷感 中国解放军浩浩荡荡整装演习 中国八号宣布在福州 以及平潭海域进行实弹射击 共军东部战区也将进行为期三天的环台军演 看似身世浩大 但是外媒实地走访平潭岛发现 中国游客熙熙攘攘还在比夜开心拍照 对于军演目不关心 因为平潭岛距离台湾最近 有些游客说自己是特地来看看 能不能看见台湾 周六白天的平潭岛很平静 海域上没有任何军舰的踪影 只有游客三三两两的散步观光 只是有些人还心心念念着想要统一台湾 中国游客对政府展开军演赞赏不已 认为这展现他们强大的国力 还宣称这打击了总统蔡英文的嚣张气焰 只是对照平潭岛的一片平静 好像看不出来他们口中所说的强大国力 近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这次海空逼近 回顾昨天也就是环台军演的第二天 我国国防部表示到昨天下午四点之前 累计有七十架次共机在台海的周边操演 玉岳中线 其中进入西南东南空域的共机有三十五架次 被真获参演的共军舰艇有十一艘之多 路透就引述知情人士的分析 他说这次台湾与中国军舰在台海中线附近对峙 可双方都没有出现挑衅行为 不过不一样的是这次中国一直在模拟海空攻击台湾西南海域的外国军事目标 也就是说中国的目标不只有台湾 这相当具有挑衅意味 但是今天过后到底军演会不会落幕还有待观察 不过这次卖菜会相比去年八月佩洛西访台之后 共军军演的规模有没有哪里不一样呢 其实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点是 比起去年有发布六个明确的军演坐标 这次中国给的比较模糊的范围 包含台湾北部南部还有东部空域 但是没有宣布设立任何的海空管制区域 看起来是偏向调子要放软 我们根据国防部的公开资讯来比较两次的军舰数量 昨天是4月9号 白天共军累计派出70架军机 连续两天派出大兵力的空中机群 都已经创下自共机常态化进入西南空域以来的新记录 而去年8月7号也是陪洛西访台之后 解放军出动各型军机是66架次 这已经是当时单日的最高记录 这样看起来这次中国出动的军机数量 其实比去年8月的围台军演 期间任何一天都还要多更多 声势好像很浩大 不过专家却认为整体的强度 其实反而比去年更减弱 原因很可能就与经济有关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军事专家苏子云老师就说了 中国优先药物可能也有些许的转变 因为在三年严格防疫封城重创了经济之后 今年对临近国家还有中国本身的经济复苏来说很重要 恢复台湾周边空中还有海上的通道很关键 所以军演强度不再增加了 而且这次军演很可能更是中共为了内部宣传 目的是要抗衡国内批评习近平政府作为过于软弱的声音 可是会不会有可能引起反弹呢 刚刚说的福建平坦就是这次共军实弹射击的地方 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很可能使得中国的沿海渔民陷入两难 要相较于政治他们或许是更加关注冀的生计 他们仰赖捕捞维持佳绩 但却因为两岸的军事问题必须要更谨慎评估出海的压力还有风险 反正在我们这边就是不能越过红线 一般就是说不越过红线 因为你要是说去到红线以外的话 被海事部门抓到划几万 我白白干几天 没必要 渔民虽然是很无奈 但是也有平坦的青年渔民表示 如果打仗平坦一定是前线 他说国家需要我 他就去从军 只是他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来 这回共军演习 目前为止看起来强度确实是下降了 但是发生意外 乃至擦枪走火的风险 是由过之而无不及 专家认为 中共连续派遣大规模的海空兵力 接近台湾周围 这让两岸短兵相接的频率大幅增加了 加上共军第一线的海空人员 过往常常会出现很危险的行为 这样意外发生 导致双边擦枪走火的风险也大幅增加 直击大头条 接着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中东地区 这个星期 以色列和附近的国家情势非常不平静 而冲突的静音很大一部分 就是因为画面上这座 是这个耶路撒冷旧城区的阿克萨清真寺 这是全球穆斯林心目中 仅次于麦迦还有麦地纳的伊斯兰第三圣城 但是租落犹太教最神圣的圣殿山 这个地点十分敏感 当地出入是要由以色列当局来管控 不过整个清真院的大院子 则是由这个伊斯兰还有约旦的官员来管理 多年来各方不断发生暴力冲突 2021年甚至演变成 以色列还有这个哈马斯之间的十一天战争 不过也就是因为 它的重要性还有敏感性 因此以色列警方二度突袭 耶路撒冷的清真寺 在上个星期暴力逮捕了超过四百人 这行为引起阿拉伯世界非常不满 从上个星期四开始 这个黎巴嫩还有加萨走廊的武装组织 就朝以色列发射三十多枚的火箭弹 这十七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击 叙利亚八号也朝着以色列控制的 哥兰高地来射飞弹 而最新状况是 以色列周围几个有伊朗在撑腰 属于什叶派穆斯林的激进组织 要组一个反以色列的非正式军事联盟 叫做抵抗轴心 其中就包含了 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还有本来就是伊朗力挺的叙利亚政府军 他们的领导人说集结起来 很可能会有新一波的攻击行动 以色列的强敌环似 确实局势常常都很紧张 但是这几天有什么不一样的状况呢 这星期可以说是以色列宗教最狂热的时期 刚刚说的阿克萨清真寺人来人往 一边的穆斯林在敬拜 中间隔着以色列鹤枪时代的军人 另一边就有头戴原型帽子 犹太人走过去 两边其实是看到会互相叫嚣的 因为从这三月二十二号开始 到四月二十一号之间 是这个穆斯林重大节日摘戒月 但同时四月五号到四月十三号 也是犹太人的三大节庆之一 是育月节 来自全球的犹太教徒都希望能到 耶路撒冷枯墙前面 领受这个大祭司的助导 但偏偏这个枯墙的位置其实就是在阿萨克清真寺的下方外围 因此一小群一小群的犹太访客必须就要在这个以色列警方的介护之下 穿越阿克萨清真寺的院落 才能到下方的枯墙 也就是被称为西墙的这座墙 要准备参加这个祭司的特别仪式 或是我们一般想象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民族跟民族之间的对抗 会有国界会有地界 甚至是围桥来分隔彼此 可是以色列犹太人还有巴勒斯坦人 其实就是直接生活在同一个范围之内 幸好昨天晚间阿克萨清真寺进行这个太拉威 也就是摘戒月的特别礼拜 并没有再次发生冲突 圣城耶路撒冷惊险度过了一晚 不过摘戒月是什么呢 或许可以看作是穆斯林的过年 摘戒月对穆斯林来说就像是心灵的进化一样 我是觉得上人来的人来沉述 在这些圈进入这个圈 甚至到每个圈有的圈 在摇摇地画上一种 товарищ的不是声声 而非常White 为了 Joanna所���的意 Alexander 那在这 old тво们 我们需要更加创造缪酒 kepada噓 然后不耆 longer 我们能从 cuma hearing 소리 来 Britain 到 şekilde 来 所以我们还能以及 在这些月的圣月期间 穆斯林摘戒整整一个月 他们每天从太阳升起的黎明时刻 到黄昏都不吃任何的食物 不能抽烟也要禁止任何的性行为 这是为了要在精神层面上 加强和真主的联系 但也因为如此 每年这段期间 中东以色列往往是格外的纷扰 圣城的冲突在两方宗教期间 或许目前是战时算是 各方先克制下来了 不过以色列还有周围国家的军事行动 在这个期间都没有减少 同样就是因为上个星期 以色列警方就是跑到阿克萨清真寺 说要驱逐极端分子 这就引起了叙利亚的不满 至少六枚的火箭弹 就从叙利亚境内 在当地时间八号夜间到早晨 直接射向以色列占据的戈兰高地 以色列不敢示弱 为此出动空袭战机 去空袭这个叙利亚的军事目标 宗教可以让中东地区平静下来 但是也因为宗教加上地缘政治的因素 让中东难以平静 以上是今天的直级大头条 更多的国际新闻 请锁定静新闻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